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谭叔叔是中国石油集团西部钻探工程有限公司的市油工 谭叔叔是油田里的土发明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他家里堆满了小型车床 电机等各种试验器材 却没有一件像样的家电 他经常把自己的机续拿出来购买试验器具 在一个新的工具实验成功之后 有几家国内外大型的企业找到他 纷纷地表示要出高价购买这项专利 可他都客气地回绝了 旁人说他缺心眼 他说 说到底是企业成就了我的现在 我就是一名技术工人 我能为企业创造的最大价值 就是把手头的活做细 做精 做好 虽然钱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但和我的工作比起来 可以说微不足道 一路走来能干成几件自己喜欢 而又有意义的事 留下一些值得回忆的东西 我想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听诊大地 谈指可定 香阁厚土 所富气海游龙 宝藏在黑暗中沉睡 他以无声的温柔唤醒 谭文波叔叔用黑色的眼睛 闪亮石油的中国路径